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陆党要被移民能够申请到加拿大 而且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职位 如果新移民是一位医生 不如是来自亚洲 但是最后在这里做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还认为大家来到这个国家 早建起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 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家人也都能一起过来 因为来到这里的国家 怀着美好的愿望 要为我们的国家和社区做贡献 如果阻止他们的家人团聚 是一件违背道德的事 我们的社会必须符合道德 我们的政党要维持社会道德 我是在六岁的时候移民来加拿大的 我很幸运 和我的祖父母一起移民过来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 我们的祖父母必须回去 我也希望和我的祖父母在一起 从而得到他们的分土 我们需要给家庭团聚 如果将家庭成员分割 总会对我们的社会不利 那请问你的政党 会怎样帮助移民 获得海外智力认证呢 我们需要一些有创意的计划 不是提供一些撥款 给新移民可以上学那么简单 一些移民过了40岁 有了小朋友 很难再重返学校 再花7到10年的时间 拿到医生执照 我们需要更短的课程 我们有来自中国 来自印度的医生 我们知道 这些人已经拥有20年 30年 甚至乎40年的专业智力 他们需要的是 了解怎样适应加拿大的从医环境 不应该再从头开始 或者他们可以从事医学研究 不再做医生 但是仍然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这个是学校改革的一部分要做的工作 同时 我们还要改革智力认证机构 移民涉及很多专业领域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在万感选区 最初这里是一个白人为主的 讲英文的社区 现在我们的社区更多元化 这个选区的经济发展很成功 这些都是因为有了移民 移民政策不会拖累经济 支持移民融入社会 帮助他们加快智力认证 在这里帮我们的经济更加强大 而不是削弱经济 在智力认证方面 我在国会委员任职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次全国巡房 调解智力认证 海外受训专业人士 公民身份等问题 和省级机构和专业协会 包括医生协会 律师协会 媒计协会 护士协会 等讨论 我们发现 需要进行的对话 邀请他们参与进来 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们必须主动积极地做工作 因为我们已经浪费了 大量的潜在资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 是我们急切需要的 加拿大还有500万人没有医生 500万 我曾经问当时担任联邦卫生部长的 金丽文 有多少加拿大人没有家庭医生 他说他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加拿大 已经被讨论了30年40年了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够兑现承诺 我们邀请这些专业人士 移民来加拿大 我们邀请是因为我们承诺 他们可以在加拿大 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被拥有护士专业之力的人士 来到加拿大 做一些清洁物业的工作 这个是不正确 不公平的 这个也不符合加拿大人 所崇尚的价值观 如果我跌断了脚 去医院求医 我关心的 不是这位医生 讲不讲到英文 而是这位医生 可不可以医好我的脚 我相信 只要他有专业之力 他就可以做到 非常感谢各位的辩论 先休息一会儿 之后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来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